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年已经是2014年的2月份了 我们的移民部有什么一些关于留学和移民的一些新的动向 我们今天还是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环球时代的法律事务所的刘先生 请他给我们大家说一下最近留学移民的那些事 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 再次见到你非常高兴 首先能不能给大家来说一下最近我们的联邦移民部 有没有一些关于留学和移民的一些新的动向 首先就是在今年的2月3号 移民部长宣布 就是今年的父母团聚移民的5000个收件 现在已经全部满额 那么这个您也知道 它是在1月2号重开的今年的父母团聚 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说这5000个移民就收满了 应该说这个申请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这5000个是指的是完整的5000个文件 换句话说有可能实际申请的人有9000个甚至1万个 就挑出了这么合格的5000个人 对 这是目前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动向 第二就是说可能之后在一些对技术移民 或者在对投资移民的一些政策上 可能之后也会有一些调整 但是目前还没有最权威的这种报道出来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移民的一个调整 能不能给大家有一个小道消息透露一下 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移民实行的是打分制 就是说它根据你的语言学术背景以及工作经验 然后有一个打分 那么可能之后明年开始要改成 改成以雇主为导向性的这种移民政策 换句话说就是说可能这个技术移民 整个这个打分系统要全部取消掉 那么会设立一个系统库 那么这些就是说移民有意向移民的人 可以把它的资料放到系统库里 然后由这边的雇主来挑 可能挑中你了 然后你才可以申请这个技术移民 是这样 那就是相当于就是公平一些了 对不对 而且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真的这个雇主挑中你的话 如果您的条件也符合的话 那您一来到这个加拿大就应该会有一个就是工作了 对不对 有一个 对 这也是因为移民部也是经过一个长期跟踪的结果 他们发现就是说如果在这边有工作的人 可能融入这个社会速度会比没有工作的人会更快一些 没错 那这个上周也就是这个在2月6号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联邦移民部 最近的这个动作真的是比较多 这个上个星期刚刚是宣布了这个重大的改革了 这个加拿大的入籍法 那同时呢 这个在2月6号的时候呢 也是宣布取消了这个单次的签证 而这个变成了这个多次的入境签证 同时呢 把各项的这个签证费用呢 也是大幅度的降低了 那我觉得呢 这对于我们来说的是无疑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 具体的来介绍一下这个新的这个多次签证的一些内容呢 就是这次针对一个新的多次签证呢 其实它就是移民部就是规定 之后呢 你再申请加拿大来旅游的时候 那么签证官会自动考虑 给予你10年多次往返签证 就是我们说以前的那个单次往返签证 这个就就没有了 取消了 第二个呢 就是说您说的这个签证费用 从现在的150加币 那么下降到了100加币 那么其实这个政策的出台呢 我觉得对于促进加拿大的旅游业和商业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 是不是就是说 我就花这100块钱 如果我签就是签证通过了 那我这10年就只要花100块钱 就不用再去签签证了是吗 对的 10年之内无限次的多次往返 每次可以居住不超过6个月 那您觉得啊 就是说这个此举啊 移民部的这项举动 对我们的这个华人朋友有什么意义吗 首先我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那么对于我们日盖旅游的朋友来说 那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 第二呢 对于有些想来探亲的朋友 但是可能又不符合 超级签证申请条件的朋友来说 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因为这个意味着 您在10年之内您可以随时来加拿大 没有其他限制 同时呢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我们来到加拿大以后 你必然要消费 对 那这个消费 那么它对于带动加拿大本地的经济 带动本地的商业发展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间接来说 对于房地产也是一个重大的这个刺激 为什么 因为基于我们 我们就说我们华人的这种独特的文化环境 那么你来加拿大旅游 或者你来加拿大待了一段时间 那么你自觉不自觉的 你会比较 这边的房价跟中国的房价 对 那么其实众所周知 这边的居住环境和房屋品质 要比中国很多城市的房子的品质要高 但是它的价格又要比很多城市价格要低 那么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价格的这种差距 那么势必会激发某些人的买房需求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促进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口 好的 刚才呢 我们的这个刘先生 给我们大家呢 来解析了一下 我们的这个留学和移民政策的一些 新的一些动向和意向 那非常感谢这个刘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的这个短短对话呢 也会一直的持续的呢 关注留学移民的那些事 希望大家呢 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